局隙才是民进党内最黑暗 最庞大的一股恶势力 赖清德都不敢碰 因为陈菊当初没有挺赖清德 就不会有现在的赖清德总统了 所以赖清德现在拿洪森汉 在借刀杀人 就看你洪森汉能不能小兵立大功 看你洪森汉能杀到哪里去 洪森汉如果不敢做这个事情 不敢调查 把霸凌案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话 我就跟洪森汉讲 你的劳动部长就是最后一站 你可以准备下课 你能干多久大家都在看 今天的洗手是看似漂亮 去北分署视察 感觉跟第一线站在一起 你说有申诉的管道 可以直接联络部长 可以联络部长办公室的机要等等 但问题是请问一下 你真的要查吗 许明春为什么要撑到最后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陈菊嫡系 陈菊唯一嫡系最挺 的子弟兵 为什么许明春到现在不退选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陈菊嫡系 菊系已经荒废了一大段时间 需要有人去传承 从陈菊 许明春 再到谢怡荣 这三个人就是所谓的局系共犯结构 上班的第一天就礼拜二还要去哪里 结果他的第一天早上呢 哇先到了这个劳发署的下查北分署 来做一些视察来做一些问暖或等等 那我觉得啦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说今天早上红森汉跑去 北分署这件事情到底在演戏到底在作秀还是说他真的想要了解所有人北分署下辖 这个之前前北分署长谢怡荣对他们的一些霸凌事件真的靠红森汉就能处理吗 大家认为说红森汉今天早上到北分署 到底你们觉得说如果他是在演戏 演场戏给大家看的话 如果是的话帮我刷一一一 但你觉得说看到红森汉今天的这个言论 感觉好像有要想要处理事情的 感觉想要把霸凌案查了一个水落石出的 帮我刷二二好不好如果觉得红森汉今天到北分署视察这个这个动作 是在演戏的帮我刷一一一 如果觉得不是他应该可以把霸凌事件 好好的彻头彻尾的查的水落石出的帮我刷二二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OK 好那当然今天呢我必须要讲了 今天的红森汉讲的几个重点我跟大家统整一下 红森汉包含讲说啦 对于这个北分署现在同仁因为遭受到这个霸凌的这个事件 因为开始就是 有一点算是炸锅了嘛 那炸锅之后呢确实现在目前这个分署内的这个状况 气势士气是低迷的 除此之外他也有讲到一个点 他说这个前北分署长谢怡荣 他去特别看了一下他的办公室的摆设 确实就如同先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的 浮夸的摆设还有做一些什么装置艺术等等啊 还有一些什么植物的这个配置等等啊 甚至还要叫员工下属去帮他整理一些花花草草等等 说真的他看了也是傻眼的 但是呢我觉得除此之外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今天的红森汉 去北分署你到底要干嘛 那我刚刚看到很多人就留言啊 就说包含Lin Bruce啦 包含1970 Sony啦 包含路过的球球 永保安康 桑山莉等等全部人 还有包含恩恩都刷111 就代表着什么嘛 代表着 还有这个什么 双整节 这个整节竞赛即刻废除 这我不管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已经太细节了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整个动作 我觉得很明确的 只是要跟大家讲说我红森汉 我不是没有在做事 也都跟大家示意嘛 毕竟他在二三月的时候 就已经曾经讲过嘛 知道北分署有一些鬼故事嘛 是谢宜荣干出来了嘛 只是他敢怒不敢言嘛 因为他怕得罪派系嘛 那他今天去北分署的这个动作 我说真的 红森汉就是在消毒 就是在灭火而已 所以对他来讲 今天去北分署 只是他上任劳动部的第一步 OK 他之后代办 还有代差战的这个事项 还多的是呢 大家以为结束了吗 并没有 因为接下来劳动部绝对 好不好 会被高度检视 包含下个礼拜 如果没有记错 没有印象的话 这个新接任劳动部长的 红森汉将要去立法院进行 后续的专案报告 那接下来红森汉该怎么接招 红森汉到底有没有那个料 有没有那个底气 那我们就看红森汉下个礼拜去立法院之后 能不能顺利通过他的第一个考验 对我来讲 其实去立法院这个直询的官员 我不得不说 其实说真的都要准备很多的功课 当然有很多也有没准备的 像我们之前这个NCC的前主委陈耀祥 他就是那种挑明的 我觉得不想讲 不管你拿我怎么样 当然有没有这么官员 有啊 所以才要推 之前国民党在野党 国民党跟民众才要推 所谓的藐视国会罪 该问你的问题 你不答 结果你那边耍赖皮 你那边耍皮 越来越皮 就是我就是 没有想要正面回忆你 反正我就打马虎眼 反正我上去10到15分钟 一下就结束了 混过去就好了 所以我就讲啦 接下来 这个的报告该怎么样进行 我也要直接讲 我说洪生汉 如果你上任一个月 不要再麻烦你 不要再把所有后续的调查的状况 都堆给说 现在都是减掉 目前在调查 让现在劳动部的内部先缓缓 我觉得这都是借口 你知道吗各位 这全部都是借口 好不好 不要再找借口 不要再替自己找开脱的理由 那我不管啦 你说啦 接下来你说啦 这个送礼文化也好啦 说要废除啦 但我就看嘛 北分署内部也有很多人 其实很多我相信 包含这个李宇翔 这个民进党新美式议员李宇翔 他之所以之前会 知道北分署里面有这么多的资讯 这么多的不堪 入目的事情 他把它揭露 他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 他在那边当过替代役 李宇翔那边当过替代役 所以啦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跟你讲过N百遍 你们不要干这些寻思舞弊 这些狗屁刀招的事情 大家不会去 刻意的去针对你 麻烦大家好不好 麻烦这些官员 麻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难道很难吗 好了先看一下今天洪生汉 在拜访完这个北分署之后 他接受媒体采访 他到底说了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这些不当的送礼的文化 尤其是准备礼物来讨好长官 向上管理的这种文化 在我上任以后 不会再用 我会以身作则 会从我做起 那我今天其实也去看了 一些分署长的办公室 确实里面一些摆设的状况 我确实觉得是过当 甚至同仁们还要被迫 接受他要求 在分署里面跑步 这些做法都让我们继承的同仁市 会很没有尊严的 我早上看到你在说上面 我不管这些人 到底有没有尊严与否 但是我就讲 洪生汉这样的最大的问题 棘手难题是什么 大家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许明春 为什么谢怡荣可以叫 劳动部劳发署 北分署的下属们 上班时间叫他们去跑步 怎样你说军事化教育吗 合理吗 会不会太扯 所以我就讲 现在对于这个洪生汉来讲 刚刚也有人问到说 是不是派系的问题 或怎么样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洪生汉你敢查到哪里 如果你顺藤摸瓜 继续的查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 谢怡荣的背后 就是许明春在照 那请问一下 洪生汉你敢查许明春吗 你一查许明春之后 难道你不会得罪陈局吗 不然为什么到现在 很多人问了 现在许明春到底哪来的底气 许明春到底为什么不退出高雄市长初选 因为对于他来讲 他不觉得自己错了 对于他来讲 现在局系 他算是嫡系嘛 他像是陈局嫡系的子弟兵嘛 那如果少了他 像话吗 难得局系可以再次光荣 就靠许明春 结果没想到许明春这次事情 这次霸凌事件 不小心被扫到这个台风尾 那他是这样想的 那你说这样的人 还适合当高雄市长 还适合投入高雄市长初选吗 刚才不会受罪 对不对 会不会太夸张了 那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我跟大家讲 你说啦 现在的洪生汉除了 能不能顶住这个局势的压力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中的关键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觉得赖心得真的是很厉害的地方 我为什么要这样跟各位讲 来 洪生汉会去当劳动部长 有一部分原因 当然我昨天有讲是柯建民 柯建民一定有推荐 我就讲为什么 因为他在党团干部 他很照顾洪生汉 所以让他当副书记长 又让他当副干事长 这个是前一趴 但后面一趴是什么 谁可以去拆这个弹 谁可以去灭这个火 当然就只能靠洪生汉 为什么能靠洪生汉 因为其实 民进党内没有人的嘛 那既然没有人 那找一个去借刀杀人 你懂借刀杀人意思吗 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洪生汉跟 洪生汉跟赖心得跟左荣泰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OK非常好 OK 其实当初的 这个洪生汉 能进入民进党的部分区 要不是有卓荣泰 其实也不会有洪生汉 这个人的出现 最贫穷立委 大家也知道 大家去翻资料 大家也知道 OK 但是呢 现在的问题是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有说赖心得感动菊系吗 赖心得感动陈菊吗 难道赖心得不知道陈菊 下面的人 在私底下做了这些 这个非常 吊诡离奇的事情吗 难道赖心得不知道吗 赖心得绝对知道嘛 那赖心得竟然说 那虽然我要杀菊系的人 那我是不是不要弄脏我的手 因为如果是用我的手 去弄了成局请问一下 那不是两大派系反目成熟吗 对不对 你这样子不就制造了 民进党内所谓的赖心 跟非赖心的隔阂越来越大吗 大家会觉得说 哇赖心得真的是 很屌啦很怎么样啦 反正你一上任之后 你就是赶尽杀绝啦 赖心得就是这种人啦 但赖心得对于现在他党内 目前大家对于他 还是打一个问号嘛 这个问号的点在于是 接下来民进党 即将面临的事情是 很多县市在2026要推人选嘛 那每一个地方县市都要初选嘛 每一个人都在看 初选就算有 那会不会公平 是不是公平 我们从台南就是个例子 陈廷飞跟林俊宪 陈廷飞是赖系吗 不是啊 林俊宪就是赖系 但是现在陈廷飞就在看嘛 我标榜的是说 我就是赖心得的人嘛 那因为他会怕 所以现在就是 存在赖系跟非赖系嘛 那我就讲嘛 难道赖心得不知道 城局下面这些人 干的这些狗屁刀招事吗 绝对知道嘛 那谁要才处理嘛 他就找了一个洪生汉 看看洪生汉可不可以 小兵力大功啊 我简单跟各位讲啊 洪生汉能不能扮演 小兵力大功 就看洪生汉 接下来能耐 自己个人的发展 你知道吗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来你看 我给了你一个位置 你一般人要当部长有多难 你说当立委容不容易 比起当部长 我觉得比起当部长更难嘛 谁的一生当中 可以去当这个部会首长 对不对 很难嘛 那我耐心的给了你一个 部长的位置 那接下来 你能对局势 能砍到什么样程度 那就你个人造化了嘛 我觉得他一定有丢这一句 给洪生汉啊 接下来就看洪生汉的造化 到底是怎么样嘛 所以我就讲 赖兴的最厉害的事情是 很会借刀杀人 那你说砍的人是谁 这件事情砍下去 你说你砍了谢宜荣 其实我觉得不痛不痒啊 但你砍了谢宜荣背后的陈菊 你砍了谢宜荣背后的许明春 这才算是有建树啊 那不是像现在洪生啊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现在洪生 还没有搞这种状况 不断的现在在推啊 说劳动部现在 后续的调查报告等等啊 这个检调 新北地检署 说叫他们先缓缓 他们现在在查 但问题是 你相信我们的检调吗 检调能查那个水落石出吗 我就讲啦 现在就连监院都不敢查 许明春办演唱会的事情嘛 因为陈菊就一起参与 这个许明春的演唱会嘛 不是吗 635万 365万难道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 赖清德不可能不知道陈菊 下面的人 这干的这些事情 那现在唯一就看 洪生案到底 长不长眼 知不知道赖清德 传达给他的意思是什么 那看他能杀到哪里嘛 如果真的杀不了 那他灭亡了那也没关系嘛 反正可歌可气啊 他就是个小兵嘛 小兵能否立大功 那是两回事啊 小兵归小兵 能否立大功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那再来是 我去给大家看 我说许明春这件事情 我觉得越挖 你看哦 我就讲 这件事情是这样 火烧局系 许明春到底要不要退选 从上个礼拜他出来到礼拜五 基层开始传出要他退选 请问一下 他有在care大家说什么吗 不care啊 对啊 他还是觉得说 我就是陈菊的人啊 我在陈菊 陈菊在地方高雄 也担任过高雄市市长 他地方有人脉 他地方有基层组织 所以许明春不怕 许明春不怕 就是因为他有 后面有陈菊在撑腰 陈菊当靠山 所以妥当 你觉得他现在此时此刻 他已经从 你看卸任之后 对不对 520卸任之后 前阵子十月 他已经在跑行程了 都已经跑了快半年了 资源钱都已经砸下去了 请问你现在要他马上收手 你觉得刚柯林 不柯林嘛 对不对 那再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的事件 我觉得霸凌案归霸凌案 但是霸凌案的背后 我觉得最 你看到最魔鬼做最黑暗 最魔鬼交易的就是这两个人吗 陈菊跟许明春嘛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哦 劳动部哦 在2022年办了这样 这场这场什么 性别工作平等法 戒满20年 然后在魏武营国家剧院办 进前进的光 性别工作平等法20周年音乐会 当时哦 我们的这个 这个许明春花了365万 办了这样 这个 这个 这个演唱会 大家觉得合理吗 一定不合理吗 再来第二件事情是 他是拿这个就业安定基金 的365万元 请问一下监察院查不查 不敢查嘛 查了下去 那不就查自己院长吗 监察院会这么笨吗 所以他没有查吗 到现在还没有要查嘛 监委都是听 院长的指挥嘛 所以我说监院也该废一废 我直接跟各位讲 监院该废一废 这种组织哦 可有可无啦 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再来 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曾经各地方县市政府 原本的这笔款项 是4000万元 各位 就业安定基金 是要供给所有全台 在许明春部长任内 原本是要供给全台 4000万元 结果呢被发现 光是高雄 高雄 他就独厚了3000万 那请问一下 其他县市呢 难道不需要这个基金吗 不需要这些补助吗 那为什么他要只独厚 高雄3000万嘛 就业安定基金 总共4000万 补助各地方 现实的补助款 4000万 只有拿3000万出来 补助高雄 其他地方都不重要吗 所以我就讲嘛 这东西看出来一个什么 就是许明春已经在备战 从他当劳动部长的那一天开始 他就在算 2026他要出来选高雄市长 各位 是这样子 再来 最夸张的还有 这是许明春在跑行程的时候 来你看看 哇这个高雄武村 高雄武村 这个高雄友村 台大律师许明春 那你们看这张照片也很好笑 还被发现说 许明春在这个先前 10月已经卸任 520卸任之后 在10月的时候 跑行程的时候 还有现任高分署 劳发署下台高分署的署长 分署长 郭耿华也陪他一起跑行程 请问一下 要公司不分到这种地步吗 难道为了选举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吗 我真的觉得快夸张了 你知道吗各位 所以我就讲啦 这些人真的不怕下地狱 就像路过的学生都讲的 这些人都不怕下地狱 他们觉得这笔钱 所以我就讲嘛 为什么先前来 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帮 在野党讲 当初 这个中央总预算卡了一两个月 请问一下 卡了难道不合理吗 你们过去八年 你们预算想编 怎么编就怎么编 随便乱编 对不对 连这个原住民进法补偿 依法 行政 都不愿意遵守 那为什么 国民党 民众党 在党预算这件事情 请问一下就叫毁线乱政呢 难道 我就讲嘛 难道是把你们这个 过去还是私底下 这种你们内线的魔鬼交易 给被揪出来之后 所以你们担心 你们害怕了呢 对不对 坦荡荡嘛 有什么好怕的 我就讲民进党 你以为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执政党你们怕什么 你们竟然要当执政党 要当 你们民进党竟然要当执政党 你们就有 要被人家监督的勇气 那如果没有的话 麻烦 你们自行下台 好吗 这个比较重要 再来 我要跟大家讲 大家我跟你讲 现在的这个高雄的现况 我觉得现在民进党的立委 也开始转向了 从这个谢宜荣的霸凌案之后 你有看到了 现在民进党立委开始纷纷的 不打谢宜荣了 打谁 打许明春 为什么 你看到现在高雄初选 加上许明春总共是五个人 来包含谁 包含许智杰 邱毅莹 林黛化 赖瑞荣 以及这个许明春 现在表态要参选的 但是现在民进党在高雄的初选 我已经看到了一丝内斗的情况 感觉出来 现在 这个民党立委 呈现四打一 就四个人围剿一个 就往死里踹 那你说 现在的这个许明春 为什么要撑到最后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陈菊嫡系 陈菊唯一嫡系 最挺的子弟兵 而且两个人的长相 又这么的像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说真的 为什么 许明春到现在不退选 最大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是陈菊嫡系 菊系已经荒废了一大段时间 需要有人去传承 那传承的人就是 许明春 所以许明春现在 这个菊系的这个 背后庞大的势力 大家可能没有想的 觉得说这么的 应该说这个事情 是非常棘手的 我觉得 我现在看了这件事情 我才觉得很害怕 原本我以为 这个民进党内 原本在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是阴系把持 我原本以为 那个时候 菊系已经被新潮流收编了 结果不对 其实你真的往下探究 你才会发现 哇 菊系才是民进党内最黑暗 最庞大的一股恶势力 所以我是讲 连赖青的都不敢碰 因为 陈菊当初没有挺赖青的 就不会有现在的赖青德总统了 所以赖青德现在拿洪森汉 在借刀杀人 就看你洪森汉 能不能小兵立大功 看你洪森汉能杀到哪里去 如果洪森汉敢在 敢杀许明春 那我就讲了 我给他鼓掌 我给他拍手 但是如果洪森汉 我跟你讲 洪森汉如果不敢做这个事情 不敢调查 把霸凌案这件事情 调查清楚的话 我就跟洪森汉讲 你的劳动部长 就是最后一站了 你可以准备下课 你能干多久 大家都在看嘛 你今天的洗手室 看似漂亮 去北分署视察 感觉跟第一线站在一起 你说有申诉的管道 可以直接联络 联络部长 可以联络部长办公室的机要等等 但问题是 请问一下 你真的要查吗 你能查到哪里去 对不对 你越挖越深 你就会发现 劳动部内部有多黑暗 各位不要忘记了 劳动部长 前劳动部长许明春 在劳动部干了多久 各位 七年多 许明春担任劳动部长 七年多的任内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为什么现在被一一揭露 因为一件事情 权力使人腐败 就这么简单 权力使人腐败 而权力使人腐败的最大的一个 是谁纵使 谁纵容的 就是许明春 所以我是说 从这一次谢宜荣霸凌案的 一开始到现在我一直不断的跟大家强调 谢宜荣可不可恶 非常可恶 谢宜荣该不该被检讨 该不该被谴责 应该 但问题是 他背后如果没有许明春在照 请问一下谢宜荣可以敢做这么多事情吗 我不相信 如果没有一个力挺你的长官 让你想干嘛就干嘛 为所欲为 请问一下谢宜荣哪来的底气 哪来的勇气 所以我就讲你看从陈菊 许明春 再到谢宜荣 这三个人就是所谓的菊系共犯结构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说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